用自己方式失蹤 用自己方式出境 用自己方式召妓 用自己方式報平安 人人真相做BNO 市民說 銅鑼灣書店五指失蹤事件 引發香港人續領BNO的想法 沈玉輝都說 絕對有好過沒有 那究竟現在市民的BNO狀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一早做不做 一早做不做 因為家人每個人都有 我們沒有 為甚麼 因為過了 不太清楚 我覺得 我想留在這裡 令它變回一個原來好些的香港 明白 不會 因為一向都用海大區護照 都不會再想轉 都會的 多個保障 受訪的市民中 都有不少人想續領BNO 難道只是因為 李波用自己方式北上 令大家很擔心 可以這樣說 激發到我有這個念頭 其實我自己覺得 BNO其實都是 不是一個認可的一個護照 其實我自己覺得用途不是太大 其實都是買個安心 的確你會發現 現在就是大陸那方面 可能越來越做更多奇怪的行為 但是我覺得作為香港市民 可以做到的事情 真的太多 但我覺得那本護照不是壯點 始終都要看回中央 其實是想怎樣處理香港的問題 那本BNO都幫不到大家這麼快 不過我知道心裡會好很多 有那本的 我不敢說一定不保障 但起碼在我能力範圍做到事情 我先做到 到時不行 起碼都沒有一個藉口給自己後悔 拿了才沒有壞 其實只不過是給錢買個 你覺得是安心了 其實實際上我只覺得不大 有本英國護照可以在大約189個國家簽證 不過是否最後的逃生門 市民就說不去了 都是那句 買個安心的解